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公园,我是艾文 今天我们来聊聊生化危机这个游戏 那说到生化危机,那就离不开丧尸这个话题了 现如今,丧尸题材的影视剧小说游戏比比皆是 不论是恐怖惊悚的剧情,还是以假乱真的特效之作 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且吸引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现代丧尸文化的起源 生化危机这个游戏 生化危机是由日本卡普通公司推出的全平台电子游戏 该游戏于1996年正式推出 成为以丧尸等恐怖元素为主题的游戏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除了电玩游戏之外 生化危机系列还衍生出了漫画,电影,小说等多种改编作品 它更是90年代中后期国内刚刚普及家用电脑时候 我们接触到的第一批PC游戏 欢迎一下我们的新嘉宾,我们的新搭档 他是来自龙南湖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的陆一蒙陆主任 大家好,我是陆主任 还有金花院长 大家好,我是金院长 那两位也是多年的生化迷了 今天我们从这游戏里面就跟大家聊聊丧尸这个文化的起源 好吧 我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的生化危机 这确实可能得快,这得20年了吧 然后最早我玩第一作是生化危机2 其实最开始吸引我的是 还真的不是说简单的是这个文化吧 是这个游戏的玩法 它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其实我对僵尸并不是很恐惧 但这种游戏的玩法,比如说子弹很有限 然后你在过程中你经常会 对吧,以前我们玩游戏就是你追求把所有怪都打死 那这个游戏做出来就是你子弹上很有限的 你不可能把所有怪都打死 就是这种给你的压迫感的恐惧实际上还挺明显的 所以从那之后就对这类游戏会开始感兴趣 这个最开始它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除了刚才金院长说的这以外 它的这个情节实际上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点 而且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它当时生化危机 就是前三部吧 一二三这个三部游戏 在当时放在当时那个时代上 它是非常比较超前的 非常独特的 而且就是它对于这个游戏里头 它对于这种恐怖的氛围的这种营造 它想了很多可能之前的人就是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过场开门的这个 是吧 这也是影响后来很多包括影视剧的 去开了一个门 然后把它转到这个游戏动画 然后就是一个门 还有音效 嘎吱一声开开之后 然后外边一片漆黑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门开开之后 你下一步你可能会面对的东西是什么 有可能是平安无事的一个房子 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冲出一个丧尸 就这种未知感 当时给人的这种压迫是非常 也是非常强的 还有当时在当时就是90年代吧 咱们都没有接触到丧尸这种文化 是吧 咱们以前就是僵尸 是吧 古代里什么这个僵尸从坟里出来 完了跳着脚着要追人 丧尸是人类被特别研制的这种细菌病毒感染 所造成的一种科学变异体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实际上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可能是为什么生化危机这个游戏 它能火 而且火这么多年的一个原因 就像你刚才说的 最早咱们东方这边 可能咱们讲的概念就是 是僵尸 僵尸这个东西 它它属于玄幻 对吧 属于修仙的范围内 一般说修仙 咱们就不去想它的根源 就觉得这都是正常 这肯定你只要练 你就能重新 是这种一个概念 而且这个东西吧 说实在话 跟咱离的比较远 可能咱长这么大 谁可能也没真见过僵尸 这个永远是在小说里头 可能看见这东西 你对它可能有概念 但是你知道 我可能这辈子 我也不可能真遇见 但是生化危机这个东西 它就是设定了一个是病毒 传染之后 使人变成丧尸的 这么一个设定之后 这一下就把这个东西变得 好像感觉对很近 就是你真的感觉它 这事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对吧 你真的保不齐 可能有哪帮黑心的科学家 承担这窝的哪 它指定这鼓的什么东西呢 对吧 包括它这个设定 完全是在现代的 最早是洋馆 包括二代 完全适应在一个城市里边 生化这个系列 二十多年了 推出这么多的游戏作品 那有哪一部 是给你们留下 特别深刻印象的 今年因为不是 正是赶上科比退役吗 好多人怀念青春 怀念青春 很多人怀念科比 然后隐身的好多像什么 觉得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 我也追忆了一下 我发现 我的青春好像是什么生化危机 肯定是 肯定上学是美女朋友 是 这让金院长一眼就一看穿了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肯定还是生化二 因为这个我刚才我也说过了 生化二是我接触生化的这个启蒙的一款游戏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的正版是 还是分两套 玩这个 就是玩这男女两个主角都玩充之后 你把对方 就比如说你利昂的主线剧情打完了 你把克莱尔的光盘放进去之后 你是可以打这个克莱尔的理官 也就是利昂的主线剧情 在发生的过程的时候 克莱尔这时候正在同步在做什么 反过来也是 就是克莱尔做主线剧情的时候 同步的时候利昂是在干什么 就是等于 所以他的这个游戏当时设定的也是 就是他把剧情给设定的 非常的完整和饱满 就是他没给你留下任何的死角 他把这个事情给你讲的非常清楚 生化VC这个游戏 不仅是 我觉得是不仅是在故事剧情上 设定了一种恐怖惊悚的气氛 更是在这玩法上尝试了很多大胆设定 比如这个像子弹 还有补给品的这个数量上 它是有所限制的 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个游戏的难度 它在很多游戏性的这个设定上 包括像这种子弹的这种短圈 包括药草 然后而且他那时候还就是有这种药草的合成的功能 同时也是给这个玩家吧 就是带来了这种 怎么说前所未有这种生存的危机感 我可能会更喜欢的是维洛尼卡这代 就这代好像也挺可出的 其实他不是在那个就是所谓的卡普通排的这个一二三四 其实卡普通最开始出的是第一代 后来是二代之后又三代之后追加了一个第零代 所以现在好像是说出到六代 其实是七个嘛 但是维洛尼卡是不在这个正传里边的 但是剧情是连续的 我为什么觉得他好像就是有一个第二让我特震撼 我当时玩的是盗版盘 咱们节目可以提盗版的事吧 你要批判的去提 对就是很批判 就是玩到晚盘玩不过去你知道吗 就玩到晚盘玩到最后的地方 他有一地让我输密码 到晚盘的时候买的时候就给你塑料袋 什么都没有 里边一张光盘 手写着维洛尼卡 所以你去玩就 就怎么着我也找不着这个密码是从哪来 就最后那会反正大学的时候玩的 有网络了 但网络还不发达 就卡在这密码的问题 就卡在这密码过不去 就你能看这代特别有意思 卡在密码过不去 然后就去上网搜 然后搜到的就是 他不会像现在的社交媒体就这么发达 他非常难搜 所以我终于搜到他说 写了一句话 就是你找着那个正版光盘封面 你就能知道密码是什么了 这这么玄幻 对 就是他最后是把那个密码 实际上是做在他的封面上的 就是突然你会觉得他有一种 虽然现在你觉得很无聊 但是当时你觉得 就你游戏里边跟现实的东西 就发生了这种联系 这是另外一种互动的方法 对 所以会比较有意思 而且确实 其实我发现再买正版 就再也没有遇到过甜蜜板这事了 是吗 但是确实这一代的剧情 做的是非常饱满 而且它实际上 我觉得生化一二三 就是零一二三 都是一种玩法 到四回发生一种转变 就是那个从视角 到你游戏的打法都变了 维洛尼卡是在第四代之前处的 可以说是一种老生化危机的 这种玩法的最后一部 故事的剧情起因 好像也是因为斯宾赛 这老头他个人的思心 想要延续生命 这么一个原因 有时候才发生的 后来整个这一系列 就是影响世界的生化灾难 宏观的大的剧情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 一老头 家里有钱 他身体不好 得病 得绝症了 然后他不想死 不想死 他就想各种办法 怎么能让自己活下去 然后 应该修仙 他不是老外吗 他不知道修仙这事 其实你说他要知道修仙这事 就没后子 这么多麻烦的了 对吧 他为了想让自己活下去 他就琢磨着怎么能活 就各种偏方 各种道听途说 就都是 就后来是一次无意中的机会 他在非洲一小岛上就发现了一种花 这个花里头呢 是有一种就是DNA 就是含有的一种DNA的细胞 是可以就是说 改造人类的这个DNA的 这种基因的 他就觉得这东西是一个 是一路子 然后他就把这个花给弄回来之后 然后找了这么一些 齿同道合的科学家 就去这个研究这东西 看能不能做出一种药来 来得及吧 撒老头 就是这个有信念支撑的 我估计仨人可能觉得应该差不多 结果事实证明 真做出来了 真做出来了 科学的力量 对科学的力量 所以这科学真的是很伟大 唯一的有一点小瑕疵 就是这东西做呲了 就是他做出来这玩意儿 他是能让人一直活下去 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丧失的这种形态去活下去了 结果这老头呢 就有点崩溃 崩溃之后 他但是他又想说 那这上帝给我关上了一扇门 是不是又给我打开了一扇门 我能不能用这个东西 再去想什么别的方法 取先救过我的路的 或者怎么着 所以他就把这个 开始用这个病毒去做实验 最开始还仅仅是 就是小范围的 在他的这种 就是他那个豪宅嘛 叫洋馆 里头去用一些这个家丁啊 仆人什么的 然后渐渐后来 这东西越来越失控了 然后这个病毒就开始爆发 爆发之后 这个原点就是在 实际上就是生化危机零的那个剧情 他去讲述的就是这个 最早叫T病毒嘛 T病毒它是怎么着 从就是真正爆发开来的 然后这个爆发开之后呢 然后就是进入到生化一 那等于就是说 剧情最开始是由这个科学家的一些私信 是吧 来起源 就是说 他是想长生不老 他想延续生命 生化危机 他这部游戏刚推出的时候 他是以这个恐怖游戏来定位的 你们一开始玩这部游戏的时候 有没有被吓到 这肯定是被吓着过了 就是咱们除了开始所说的 由于手子弹给你打了压力 第一回玩几个情节会让我印象深刻吧 第一个是生化二里边有一个 在警察局外应该是 然后几楼我忘了 就是你忘 就是当时你已经开始适应这个环境了 然后呢 你当时这个场面是 我记得是两边是木头板钉的 然后你第一次跑过去的时候没事 然后你再跑的时候 两边会出手 一层就是进警察局之后 左边那个门进去之后是一走廊 从那走廊左边是窗户 右边是有门啊 墙什么的 然后你从那走的时候 是那个从左边那窗户那会突然之间伸出手来 真的有丧失那时候 突然之间从那窗外的就把窗户给打破了 把他过来 而观点第一次走的时候没事 玩给你造成印象 就说这是安全的 然后呢 其实第二个呢 一共是三个嘛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 就是我玩的时候 刚才路晚站说的开门这个设置啊 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更理性一点 我知道那个不是设置 简单的一个设置问题 那是由于当时的游戏机的性能问题 他没法一下把整个屋子读出来 每一次开门是一次读盘 这个是迟是真的 所以就是几次之后 当他一开门 就听你里边呜呜撞光盘的时候 心里特别踏 无所谓嘛 开门嘛 就是你等开个门才会试过 而且我觉得这是点做的特别好 如果他这是一个loading tower 在读啊 相比有很多人也就流失了 但是就是他居然有一个门 是你开开开一半 你以为他在读盘呢 他从里边往外跑 就是出僵尸 就是真的 那回也是下车 就是让你给你一个习惯 让你在这个地方该放松了 然后突然出僵尸 就是开门的瞬间出僵尸 就是确实这个也挺害怕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玩二的时候 下车就是舔尸惹的第一次出现 就之前打的都是那 当初出现时候 就是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过场动画是吧 对对对 然后最后玻璃碎了出来嘛 就是之前那些僵尸都走得祸老慢的 你瞄着打呗 就突然出现一个就跑得这么快 还能远距离攻击 这个确实是有点 就不光是视觉啊 听觉啊 和这种你操作 其实恐怖游戏就这点好 你是身临其境的 身临其境的 这种感觉给你的恐惧还是挺大的 而且在生化危机 它是运用的音效运用特别好 那会玩的那个电脑游戏都是 先见 那叫什么来着 金庸群俠传 但是玩的也觉得 他就是丹尸特他妈受虐 你知道吗 对没错 这就是你刚才说 这也特别重要一点 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氛围的营造 它肯定是需要从画面 到音乐音效的各方面去配合 对所以它这个确实做的是非常好 其实那会好 一旦是可以打枪 枪式倒地 可以拿脚踹的是吧 那会都是那么打 因为那样能击成子弹 对对 那会对 基本都是这个打硬直了之后 倒地之后拿脚剁 直接把脑袋剁碎了 而他那会是 到维洛尼卡那会就是 那么你子弹都不够 就得上来拿刀脑 我觉得就是那会 这僵尸倒地了 就不放心 那会我记得玩的时候 后来就是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那个僵尸倒地之后吧 就是你不知道它死没死 然后你又不太敢过去试 然后后来我发现了一个 就是玩二的时候 我发现后来发现了一招 怎么能试出来 就是它二里头 那个 就是你举枪瞄准 它是自动瞄准的 如果这僵尸死了呢 你这时候举枪 它是就是平手臂平行 它是举的一空处 描的一空处的 如果这僵尸没死 它这枪是描的这个 躺地上这僵尸哪的 后来我发现这之后 我就是每次 这僵尸倒地之后 我就先举一下枪 我看它描哪 这样描空处 我就知道它死了 然后我就大方方过去 我要一看描的是它 我操我还得过去补两件 你就有胆 你就会有胆接着玩了就可以 现在玩 现在玩也觉得恐怖 不知道 知道为什么吗 那画面接受不了 太恐怖了 胆太小了 是是这真是真是玩不了 因为我就是玩什么 我都有特有代入感 后来三年初 都说启石鹿特别好 怎么知道 我觉得受不了 人说里边没什么僵尸 都是海鲜 海鲜也受不了 对 启石鹿一 它因为是在一船上 那里头各种水母 什么指病 什么东西变的 反正 启石鹿里边的病毒 是跟之前的病毒 是一样的吗 不是 我记得启石鹿 应该它是又单创立了一个病毒 它既不是T病毒 也不是G病毒 它应该当 这个生化危机 最早的病毒是T病毒 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第一代最初始的这个病毒 它当时的这个病毒的 这个 就是相对于后头的 这个先来说 它的这个威力较小 就是它的这个 产生出来的这个丧尸 就是可能是那种 最普通的那种 就是行动比较缓慢 那个 好像同时也可以传染给这个动物吧 对对 可以 只要是 最开始的T病毒 应该是 只要是动物啊 人啊 这些都可以传染 然后到后头 它要发展的 就是只要是生病 可能就都能传染了 植物什么的 也都算上 然后G病毒呢 是在 是二代里头出现的 就是那个威廉博士 去发明出来的一个 算是进化版的G病毒 一个病毒 它的这个威力比T病毒 有了一个提升 那最大的一个表现出来的点 那就是 所有玩过这生化2的人 肯定都知道 就是他那里头会 你你你一直需要去打的一个 boss 叫那个G 就代号叫G G1GGGG什么的 它是一个进化体 它每次出现时 它都进化一次 那个就是威廉博士 他当时就是 那个被那个 特殊病把那个病毒抢走之后 他当时就是万年聚会嘛 然后给自己打了一针 这疾病毒 他就变身成了这个 那个boss的那个形态 变得可能更高 更大 速度更快 可能还有一些 他的这种主动的攻击性更强 对 然后到后来 就是这个病毒发展的 越来越强大 到后来 就玩过后头 什么5啊6啊 包括像玩过这个 起初度的这人 肯定都知道 就是你到后来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玩 前去年玩那个6的时候 最后那个应该是 克里斯的那个剧情 他最后跟那个 他那个小伙伴俩人 打到最后关底的时候 是一扇动 他们他们从这扇动 一进去之后 前头大概一个 就是按他游戏里头展现 大概得有百米高的 那么大的一个 叫混沌 是一个丧尸吧 就是是一个 那么大一个丧尸 后来当时 我看见那东西之后 我他妈第一反应 我说卧槽 我说这东西 不是他们以前 都是蛋丁啊 魁也去 他妈打这种东西吗 我说怎么 他们什么时候 开始人类也开始 要自己去对付这种玩意了 卧槽 我是崩溃的 你知道吗 那么大 那简直就是不是一个 这变成一个 神话游戏的感觉了 我说就是说 就是这玩意儿 就是他现在 这个病毒发展的 就是已经向更高 更快更强的 这个路的去走的 越来越深了 就是你很难想象 就是7里头 他最后会给你 弄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 这真的是很难说的 那现在我们身边就是 常见的这种流感病毒 与游戏中的这个 T病毒有哪些相似的脸 比如我们今年出现的 像什么其中有感病毒 下行 我觉得这个T病毒 G病毒 是不是也有可能 是变成现实 你不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还我觉得是 比较现实的一个话题 两个方面 这种病毒 一个是传播性 一个是它的传播性 一个是它的这种 丧失的这种能力 传播性 其实基本上 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病毒 都是可以达到这种传播性的 这个传播性是没问题 其实就是说 这种病毒 人类感染之后 是不是会产生这种 这么强的这种 尤其像我们经历过非典的 其实这种感觉 还是挺那什么的 只不过是可能 非典是得了死 它不会说去吃人 基因的这种攻击 因为确实它可能是 对亚洲基因 是对这个非典的 免疫力会偏弱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这里边讲的很多剧情 从基因到病毒 都是现实存在的 只是可能就差最后一步了 就是没有人去做 吃人的 僵尸的基因 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 吃人只是听起来吓人 其实他不如直接吃死 那个可怕 是吧 其实对 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人类的 整个的基因图谱 已经现在全部被 这个破译完了 这个这个是 其实已经有几年了 所以就说 如果人类想去做这个东西 并不是不行 只是可能现在还 我觉得可能现在 不会有什么组织来去做 因为你做的目的是什么 除非就是这种 这种就是奔着这个 要让全人类全死的这种 因为做这东西 你没什么经济利益可图 但是这个技术是应该 我觉得可以实现 那个金院长说吧 我突然间想起一事 就头两年 就是美国那 不是不光是美国 就是有一毒品 我忘了它叫什么名了 那毒品不是说人吸完之后 它就吃人吗 它啃人 对吧 有这么一事对吧 啃人脸是吧 对对对 啃人脸 那个就那毒品是叫什么 我就忘了 但是你说这事吧 你说它跟这生化 这就很像 对吧 就是这个从侧面 就说明 就是一帮毒贩 它能有什么高深的 这种化学知识 对吧 但是人有这个经济利益驱使 我操 直接找俩科学家枪子 比他头 你给我弄 所以这就说明 你甭管他是自己琢磨的 还是那么找科学家 给弄的 那就是说明最少 从技术角度来说 这事可能现在实现起来 不是不是不是那么难 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对其实就是对 其实比如说前两年了 记得我们看那个美剧 CSI 这是一个现实的 这么一个片子 前就是特别早期了 可能也得十几年前了 就是里边有过很 就有过那么一集案情 就是一个女的 习吃了某种毒品之后 她会去吃人 就是会有这种 这种狂躁的这种情绪 包括这种置患的作用 所以你说一种药 然后一种病毒 让人去驱使一个人 去咬其他人这件事 其实在现在社会里 已经有了 只是做这东西 现在可能对于商人来讲 没什么用 对于毒贩来讲 这也没什么用 这做过了 肯定回家把这个剂量给调低 他想吃人 但他不买毒品 这一点都流失一个用户 用户流失了 对他没什么意义 说到这 我多提醒几句 因为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 很多听主朋友都非常年轻 在这我征重提醒您 不要抱有实践的心态 去尝试毒品 因为一旦染上毒瘾 戒掉的概率是 微乎其微 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好吧 吸毒是违法行为 因为每代威都玩了 就是 他不通还是到后边的野心 还是比较大的 能看出来 他整个的世界观 是后来越塑造越大 像刚才开始 也像陆主任说的似的 开始可能 就是一个洋馆里边几个科学家 想让自己长生不老 到后来像这个 雨伞公司的这种出现 然后再后来 还有一个 俄罗斯的一个公司 也出现了 对 有一个俄罗斯的公司 有机也出现 然后是跟他们去互相的 去这种打 最后雨伞公司 在游戏里边 已经灭亡了 像第一代的时候 僵尸 还是在一个洋馆里边的 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实践 但是现在 最新的几代里边 已经变成一种 世界性的大爆发了 是不是有点朝向 这种漠视的这种 现在基本的剧情 已经是一种 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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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剧情 就满处都是僵尸了 病毒 满处都是 对 活着的人反正可能成为少数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 其实从最开始 卡普空 我理解 他最开始 可能没想把这个事 给弄得 像现在这么大 这么全 最初的几代 出来之后 受欢迎程度 可能超过他的预期 然后这一下大火了 大火了之后 他就开始觉得说 那我需要得 接着往下去做这东西 所以他就是 在不停的去完善 他的这个世界观 对 其实你看像 我感觉他现在 卡普空的 有这个思路 我觉得他跟漫威 就有点像 实际上他现在 是有一个 在布局这种 生化宇宙的 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他现在的 就是他给你 阐述剧情的 这种方式 他现在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 是在游戏里了 你像他做过 两部这种CG动画 一个叫诅咒 一个叫毁灭 还是叫灭绝 就是他这两部 CG动画 就是跟整个 他的大的 这种世界观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就是他是 根据在某一个时间 就是某一代游戏 的时间点之后 他去就是发生的一个 你可以理解成 是一个跟之前剧情 似的那么一段中间 生二代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是 他本身剧情 导致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本身的 故事剧情是开始 他做洋馆的 那第一代的时候 目的是为了 想跟现实贴合 因为那会儿 你讲的只是洋馆里 个别出几个僵尸 你可以说 就是现在这个宇宙 对吧 当然他发展到现在 已经肯定不是 现在宇宙 他那个宇宙里 已经满处都是僵尸了 所以这些人的 这些年龄的生长 是跟我们现实生长 是一样的 就是这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当我玩6的时候 看到那个介绍 李昂好像40多了吧 我老了 真的其实像我老 我第一回玩的时候 上高中 高一初三高一 大概那个年代吧 李昂那个角色出来 我记得是个 就是刚毕业的警察 对吧 第一天上班也够 而且还留着一个 郭富城的发型 对对对 没错 然后结果你现在 在一看到这个 第六代的时候 她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的 她已经40多了 对吧 变成老B了 对对对 然后她的这些女伴们 其实也都老了 包括艾达王也 就心目中最 这个生化里面 第一女神艾达王 这也已然是 容颜翘碎了 对 所以她必须 得出这些新人了 这是她没办法 我记得也看过一个报道 就说 生化一的那个男主角 叫什么来的 克里斯吧 克里斯就是那个 那个克莱尔她哥哥嘛 说如果她在第七代里 再出现 她将50多岁 就是她50多岁了 还这么能打吗 这确实会是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 确实像刚才 路者说的似的 就是开始是生化 没想做的这么打 然后她实在是太火了 这个问 你觉得剧情 让你满意吗 它的发展 剧情上基本 还算是OK吧 因为她 你想要明白 她毕竟是一个游戏 她并不是一个小说 也虽然她现在拍电影了 但是她 其实不是一个电影 我们就可以看结果 结果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说一下 生化危机是一个游戏 是一个游戏的形式诞生 然后形成一种文化 然后再出现了漫画跟电影 对吧 现在我们现在 这个游戏圈里天天喊着 这IPIP 都是人家现在有个小说 有个电视电影 然后你再去把它转成游戏 其实真的 你就看出中国游戏业 跟这种日本游戏业的差距 人家是可以通过游戏 去讲述一个故事 塑造一个大的这种 宏观的这种文化 所以我不能不得不说 就是生化的这个 虽然它不可能像小说的 这个所有的细节 都做那么到位 但作为游戏 它讲故事的这个能力 是非常强的 所以它对整个故事剧情 我对它整个故事剧情 还算是比较满意 我觉得 只要它出了 它就 它一定就很牛逼 就是说它 它还是有这票房的保证 对 它是有票房保证的 它下一步 它其实它真正 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是它能卖多少 而是说它卖出去之后 对于这个生化的 核心粉的一个看法 第一个 就是刚才咱也谈到了 就是对于这种 经典角色的回归 大的这种世界观下 它必然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帮老人 它也就是还没有到退休的 这个时候 它仍然是可以回来 而且这些人 它对于这个 就是像我这种 比较十几二十年的 这种老的生化粉的 来说有感情的 二一个就是 如果从游戏的 这种模式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 卡普空能做调整的 这种余地并不大 就是你咱们 咱们平心而论 你如果说卡普空 比如说他这生化期 他真的像他说的似的 他做一个 就是经典回归 就是完全回归到了 他最初一二三那会儿 那种AVG的那种 游戏模式下 他真的就能够受欢迎吗 我觉得真不一定 其实有时候 玩家可能怀念的 也是有一种情怀在里边 就是他可能 你真能做回到以前 那种玩 他不一定有什么玩 我觉得这是 卡普空应该说是 顺应时代发展的 一个变化吧 就是最早的那种 AVG的时候的 那个玩法 他相对来说 就跟现在的 这种玩法来说的话 他的节奏偏慢 就是因为节奏慢了之后 他可能对于你 这个玩家的 这个时间要求比较高 同时可能你需要 有更多的耐心 你去看他的这个情节 你去根据他 给的一些提示 去解谜 我觉得这个可能 并不太符合 现在这种 就是节奏比较快的 这种生活 我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他 这也是为什么 他这个游戏 现在能越做越火 在同 就是跟他同期的 有很多这种 就是风格比较类似的游戏 现在渐渐都死了 对吧 比如说当时 我印象中 跟刷鱼机 前后脚出来 这个恐龙危机 对对 恐龙危机 你包括像那种 这个那会儿 还有一个 特别火的 那个寄生前夜 对对对 寄生前夜 就出两代 就没有下轮了 后来那个呼声 也很高 但是后来 也就没有下轮了 其实这个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他现在 能越做越火 原因就是 他并没有 就是墨守成规 就是保有我自己 一个成功的模式之后 我就不变了 他把这个 就是现在的 这个时代发展 他看的很明白 就是他知道 这个玩家 其实最想要的是 什么东西 那你想要的 我就给你什么 那个老陆 你觉得哪个 哪个角色 给你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从我的角度来说 毫无疑问 这个 爱的 我 咱能不提 咱能不提李冰冰的事 你是因为电影吗 我 我真不是因为电影 咱能不提李冰冰那事吗 那个 回头把这段剪了 那个 是爱的 就是我 我毫不掩饰 我是一个特别 特别俗利人 至于你 你如果要问我 说为什么我对 爱的这个角色 这么喜欢 其实我之前 也想过这事 但是我没想特明白 他就是从 这么说吧 从咖不空最早 他肯定 没打算 纳爱的 当一个女主角 他在二代里头 实际上是一女配角 然后甚至是 在正史剧情里头 他还给写色 你是得打到 那个 就是李冠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 他其实最后没死 所以 所以他最开始 卡不空肯定没打算 拿他当女主角 最开始当女主角的 应该是在 吉尔和克莱尔 这里头二选一 但是他没想到的 就是爱的的 这个出现之后 一下在网上火了 就是玩家喜欢他 玩家对那俩人 反而没有那么大感觉 但是就特别喜欢他 所以这个 卡不空一直到 这点之后 就开始加大 这个爱的的剧情的力度 你像4里头 他直接就胜任 成这个女主角了 然后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游戏里头 也都有他的这个身影 他实际上受雇于的是 威斯拉 就是这个 一代里的和五代里的 那个总boss 就是 就是克里斯 他们那个 对原来的那个战术小队的队长 所以他实际上最开始是一个 他是一间谍 他等于是就是接近什么利昂啊 接近这帮正义的这帮人 其实他最开始是没按什么好心的 他是想利用这帮人去偷病毒的 但是他后来喜欢上了这个利昂之后呢 他就开始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份和这种任务 也开始有一些这种厌恶了 但是他又没法去完全摆脱他的这个身份 所以他的这种就是矛盾性 可能是我比较喜欢他的一点 就是他一方面 他需要完成他的这个任务 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知道完成这种任务 可能会对他喜欢的人会造成这种伤害 他就是所以他经常在这个游戏里头 他会有一些很很矛盾很挣扎的这种 我能理解这个陆院长为什么这么喜欢埃达啊 就主要是没法使这人 对对对 他最早期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都可以用的这个游戏节奏 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呀 想试一下 想用一下他 对对 其实哪一代他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 你能够从头十到尾的一个人 对吧 四代是他女主角 但是他不是那个 他不像二代是 你两个人谁都可以去打主线 他依然是支线 到后来就新的六代里边 他也是支线 他也不是主线 所以其实我也挺醒这个人 一直到某个什么兵的演员演了之后 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啊 这个咱们不用 你们心目中的这个埃达王是不是差太远了 差距太大就在我心目中 可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适合演这个角色吧 那为什么当初卡普通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 把他设成应该是从名字上来翻译 应该是一个中国女性 是吧 这是有什么 你们有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用意 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太强的用意 他只是为了加深一些就是东方的色彩 这个是这个是很明确的 因为因为他一个日本做游戏里边都是西方人 都是西方人 但是他做一个间谍呢 想加入一些东方人色彩 当然就不好做一个日本间谍了嘛 对吧 所以做一个中国间谍 而且确实也埃达王这个角色 也不是说他是个纯坏人 所以他打开了很多中国的这个销量 确实对埃达王的这个喜爱特别的多 我觉得所有玩生化的男人吧 应该都会喜欢这个角色 包括在我记得六里边最后 他这个就埃达王也算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结局吧 应该算是有一个什么 最后把脑给炸了 就有一个挺长的CG 我还挺感动的 但说起来呢 就是我要觉得这里边谁可能让我最感兴趣呢 就是那个墨镜 就那个威斯克 我觉得他是真正的生化主角 就生化的第一男主角一定是威斯克 因为你看 就从零代开始一直到五 每集都有他 就每一代都有他 其实他才是真正主角 对对对 你看第零代的时候是克莱尔什么克里斯都没有 然后天王也没有 对吧 一代的时候是吉尔跟克里斯 然后二代的时候是利昂跟克莱尔 然后三代是吉尔一个人 对吧 然后威罗尼卡是克里斯跟克莱尔 就你没有一个人是从头到尾 每代都出现的 就只有威斯克是每一代都出现的 所以我心里边他才是主角 对到第六代的时候没有他 他儿子出来 他儿子出来也是一个主角 当然这个形象其实还是挺邪恶的 但是就是这个人物实在是贯穿了整个生化历史的从头到尾吧 就是包括他自身的这种进化能力的这种 他后来就是算有超能力了 对他后来算有超能力了 手里能发冲击波 这上跟老陆说 有点像那个漫威开始发展了 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某个漫威超能力人 前转大战夺机 他最后手里能发冲击波这种 然后刀枪不入 神也炸不死 对吧 他最后是到这种超能力的情况 还挺喜欢他的 尤其我们玩那种古英兵模式的时候 对因为我插一句 他会不会就是卡普通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最开始病毒 病毒的概念吧 给人传染 他会不会就是有走那个 X战警的路线 变异人 就人道变异的 实际电影上现在有点这个路子吧 电影上现在有点这个路子 他那么做肯定才好看 视觉的冲击力才好看 游戏里边不太可能 因为游戏里边 他一直主角是不能有超能力的 这就整个失去这个游戏的 如果他有超能力 但是武功强 他的那个突破人类极限就可以了 那个克里斯 叫克里斯巴 我觉得他已经快突破人类极限了 那个我看你CG 看你打僵尸 尤其是打这种弱点僵尸 拿个刀就能哭哭哭 就给捅死了 我觉得他已经超过人类 基本就跟鹰眼差不多了 然后其实我希望说第七代的话 威斯克能够这个眼镜 他能回归 对吧 我设想的剧情是 我们控制的生二代他儿子 然后打到最后打官邸的时候 他卡里摘面具 我是你爸爸 路人 你怎么评价威斯克的角色 就是我觉得他特别经典 一个点是在哪 就是你看他这个生化的 这特别核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人被这个病毒侵入之后 他变成了一个丧尸 他失去了一个作为人的 就是人这个概念的 这个生物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但是威斯勒尔 他是这个游戏里头 到目前为止 是应该是唯一的一个 他注射了这个生化病毒 但是他没有被病毒控制 他反而控制住了病毒的 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就是刚才军院长说 他最后到后来 他有超能力了 他能发波 他那移动速度 有点类似于瞬移的 那个意思 他能出手接住火箭弹 刚才讲的这种 中国这僵尸一出来 就脸上贴一符 他说都是清朝的 明朝也都见不着 这是为什么 突然气势了 这是为什么 明朝的已经烂了 你琢磨琢磨 清朝的不到一百年 你还能有个杆呢 明朝都是烂的 也有保质器的 对啊 中国僵尸保质器 对吧 中国僵尸都清朝的嘛 太监都是那样的 然后出来 脸上贴个符 然后拿个掏木剑 最可气的是什么呀 我印象特深刻 就可能这个 上个维基远一点 但我觉得可以 确实能感觉出 这种差距来 就是中国人特别念咒 就是你打怪的时候 啪你一念咒 对方就死了 对吧 或者敌人一接近你 你先默认 我看过好多种小说 僵尸来了 默念清心咒 我就特别不理解 你就被清心咒 为什么 这怪就不在 物理性的接触在哪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我就特别 就是中国最玄幻的地方 再说一个例子 就我的一个小姑娘朋友 她是家 反正是下边一点城市的 她病了 就是他们家里有人病了 然后我就说 你赶紧看病吧 她说不解 就是去年的事 她说家里请大萧了 请大萧跳了 大萧说了 这个是家里有碎 有这个斜碎 要去这个斜碎 要跳起来 然后反正 你能明白 就是就在此时此刻 就是我国很多 很多的三线城市 这种可能农村 都还在相信 这种跳大绳 其实那也不一定 你看那个美国里边 那个驱魔的电影 也是找大夫来 大夫来 站在那都傻了 那个都已经 那个从意大利 你知道 从罗马请的 那个大教皇来 这啊 咱们弄 最后 也 对方 不是 人家里边也有这种文化 是吧 他们就是真搬出来 也挺吓人的 他们这边 他们这还想不住呢 那咱这边 咱这边老和尚一出山 基本这个就是 故事情节快到北生了 是吧 你要看国外这种宗教 咱们其实也跟宗教远 其实说的 看宗教这种片 他们也会用现代手段 前两天我也看了一个拓展 被迫看的 就是也是有一个屋子里有鬼 然后有这个就是 驱魔什么的 无人机 然后就是 驱魔人上了现在 就是现代的片 咱不能说七十年代那会儿 就现代片 驱魔人上来是什么 无人机 然后各种和词共振 然后找着你这个穿越奇点 然后就你明白吗 它是用这种科技手段 然后是 最后说这里边 因为死了死了几个人 有这种冤魂在 但是你没有 但是他就用这种手段 正好咱就 找给聊聊这个 国外的这个 西方的这个丧尸文化 他们也比较喜欢玩这种东西 过一什么节 叫丧尸节 大家就是 就弄得特紧张 每家每户 就是有那种 角色扮演的那种成分 在里面 玩的都特投入 对 他们对丧尸文化 算比较喜欢吧 而且包括 他们不是好像 然后还有每年会有这种 丧尸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僵尸来袭之后 你怎么防御的这个大赛 就是你出解决方案 然后还会评奖什么的 对不对 后来好像他那个东西 还还做出来 还有卖的这个什么 僵尸的这个保卫包 对吧 你能够就说 你迅速的通过他这个 能搭成一个帐篷来 然后是这个 四壁是封闭的 然后这个里边有一个灯 通过太阳灯 然后可以一直往里边 这个传送能量 结实吗 那包 结实啊 就是僵尸会 你挠挠挠挠不换 对 反正就是这些意思吧 国外会比较去 从科技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 他刚才说的 就是咱们中国那些僵尸 和生化危机这种僵尸 刚才咱们聊都觉得 生化危机这个僵尸离咱们近 然后跳大绳 那也离咱们远 但是其实 我相信啊 就全中国这十几亿人 去做这个调研去 一定是相信那个 就念咒的那种僵尸 是多的 像咱们这种 对吧 要不然咱们这个节目 现在好像是个小众节目 就是你有一天去超市 突然发现 超市里边俩人啃起来了 但其他人都不知道 大家都在结账 完了你这时候 要居安思维 对 要居安思维 那我估计 可能我第一反应 就是先让所有人的注意力 集中在那俩人身上 我拿点东西 我先走 先走 先不结账 就先走 你还在想这不结账这事呢 不是 其实上次咱们讲 霍庭又原来提到了 就是我总觉得 咱们这一带 一定会遇到一次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 可能是说这种 这种核爆导致地球的这种 叫什么焦土事件 也可能是僵尸 对吧 也可能是外星人入侵 都有可能 所以我每天都在做这些准备 对 我们家住在 德尔门内 然后我每天现在就是练跑 就跑到后海 这个速度有多快 一旦爆发了 我们先要到水路 先要到水路 僵尸在水路上就是行动会更缓慢 一定要想到水路 通过水路 然后去转移 转移的方式 也尽量的是往那种农村人少的地去 僵尸这种东西 都跟那个妖魔鬼怪不一样 对吧 就是这种白骨精都在山里边 对吧 僵尸这个是一种疾病 它是这种在城市爆发性更大 而在城市的传染性更大 所以我们就尽量是通过水路 然后去农村啊 什么这种去躲着 到时候的情景就是 那个丧树在岸上 你们体验的划船 对 其实包括前一段玩过一个游戏 就是瞬间排名第一的一款游戏 瘟疫工厂 就是其实通过玩那个游戏 我们也能够 因为那个游戏做的非常的真实啊 就是通过游戏 我们也能够大概了解到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 对吧 就是以我这个经验呢 就是可能格林兰岛这个地方 是不太容易的 最难被传染上了 不但是他们非洲病毒 就是极寒极冷的 那个到他那都没用 对对 然后对吧 飞机飞的少的 然后格林林那种极寒的地方 然后鸟都飞不过去 咱们那病毒都传播的 所以如果出了这种事 咱们就是往格林兰 或者喜马拉雅这种地儿跑就可以 真的当生化6 我看到 力量已经40多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自己也真的是 也开始老了 就是生化危机 可能真的是这个 伴着我这一辈子的一个游戏吧 生化这么多年吧 真的是对我来说 可能他的意义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戏了 他可能真的 就是还是会玩下去 对吧 只要他出 不管是 只要我还能做 我还能 我只要还能拿 拿着动鼠标 我就一定会继续玩下去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感谢观看